这是塞罗·泽塔迪迦奥特曼三奥首次联手并肩作战的画面之一 而他们要面对的敌人正是数以万计的巴尔坦星人大军 呃 这是捅了小龙虾窝吗 就在这时 数万只小龙虾迅速聚集 组合成一只巨大的龙虾怪兽登场 面对比自身大上数百倍的巴尔坦星人 三位奥特战士又将如何应对呢 故事开始 这一天 预想侵略地球的巴尔坦星人从人群中出现 只见他将眼前两人类推倒后 立马巨大化召集伙伴登场 试图对地球展开攻击 面对巴尔坦大军的入侵 地球守护神狄教奥特曼出现了 紧随其后的还有塞罗奥特曼和他的徒弟泽塔奥特曼 三奥来到巴尔坦大军面前 面对如此庞大的阵仗 三奥也还是头一次见吧 就在这时巴尔坦大军吹响冲锋号 三奥建状也立马赢了上去 只见泽塔率先出手 一个泰山压顶后 再接一脚回旋踢 紧接着泽塔开始疯狂输出 可奈何巴尔坦人多势众啊 泽塔还是挂不敌众 被众多小龙虾压倒在了地上 你不要过来啊 下一秒则他使出全力挣脱开束缚 随后在空中一脚踢向赛罗 这时的赛罗手持双刀 犹如战神附体般 砍向迎面而来的小龙虾 面对一大波小龙虾 赛罗直接使出了雷欧飞踢迎击 一脚便将踢成了一团 剩下两只同样是飞踢解决 另一边迪迦的招式就没有那么花哨了 朝他冲来的小龙虾 不是被他重拳打倒 就是被迪迦一脚踹飞 为了保证断脚狂魔的称号 迪迦更是拿三个小龙虾开刀 只见他一记手刀下去 龙虾头直接就被其削了下来 果然将还是老的辣呀 清场完毕后 三奥迅速集结在一起 然而就在这时 小龙虾大军的尸体朝天空飞去 在一番骚操作下 数以万计的龙虾大军 汇聚成了一只巨大无比的大龙虾 面对比自身大伤数百倍的怪兽 三位奥特战士都看傻了 这时大龙虾朝三奥发动进攻 三奥立马躲闪来到半空 随后三奥分散战力 摆好架势 蓄力释放出合击光线 朝大龙虾射去 在光线技能的持续输出之下 大龙虾巴尔坦瞬间被瓦解 这一战是奥特战士们的胜利 好了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欢迎来评论区留言哦 喜欢的话不要忘了点赞加关注哦 咱们下期再见咯 拜拜